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栋 上海疫情虽然现在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我们上海现在也全面解分了 但是局部地区还是略有反弹 这两天的趋势又很明显 我昨天听朋友说 上海的这些小的餐饮店 还有商场的吃饭的这些商铺 现在都全面开放了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我带大家实地去看一看 好吧 那就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出发去看一下 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火托区 正如街道的这个枝川路 这条街呢 其实吃饭的小店商铺还是蛮多的 今天我们来实地走访来看一看 清美现实 超市现在是全面开放了 进入这些店铺呢 都要扫场所码 药房也是一直在开放的状态 小店都已经陆续 这个全面向社会开放的 我们往前面走一走 看看这个餐饮店 这家店谢绝堂吃 仅限打包 虽然这个文字贴在上面 但是这家店明显已经关闭了 可能也是因为这次疫情吧 真的倒了很多的商铺 然后马路对面我们再看一下 像什么杏花楼啊 这些宠物店啊 理发店 干洗店 现在都已经复工复产了 而且看现在这个街道的这个样子 其实跟之前疫情前差不多啊 唯一的区别呢 就是现在进所有的小店都需要扫场所码 可能现在人流量比以前要稍微的也要少一点 我们再看一下马路对面的餐饮店啊 有山东水饺和南汇面 还有什么重庆小面了 鸡公堡了 黄焖鸡米饭了 都是些小店了 那虽然不能堂食啊 但是你们发现吧 这个商家都把这个座位摆到了外面 不能堂食 在外面吃应该就没事 还是挺明智的啊 吃饭的人也有 好像感觉跟之前疫情前的这个状况 也差不太多 刚才我们看了路边小店的这个情况啊 现在我来到了这个 淘普路的一家商超 商超底下也有一些餐饮的商服 我们来看看这边的情况 正好呢 我都不加努力了 到底想要吃马亚马斯 打包我一起吃 加勒福 到里面去看一看 请打开 扫一扫成分 肯德基 没有恢复营业 只能打包啊 麻辣烫 城乡会 看这样子也是只能外带不能堂食啊 撞扫火锅 以前曾经和朋友来这边吃过 以前曾经和朋友来这边吃过 之前曾经和朋友来这边吃过 现在已经倒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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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都异常冷清 算了我今天就吃萨利亚了 看得出来这些店的这个生意都不怎么样 如果是单单做外卖的话 那比以前单子要少多了 我感觉现在这个营业园都没有几个 周黑啊都倒闭了 确实啊来一次疫情真的不容易 好多这些个体商户都撑不下去了 目前只能靠外卖来维持 好了今天带大家来调研一下 这个上海副工夫查货 个体经营户的经营状 那大家视频也看到了 整体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呢这个萨利亚的餐食也买好了 按照规定回家去享用美食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聊 拜拜 上海复工复产一个多礼拜了 但是呢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又说不上来哪里怪 就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们 像以前 马路上地铁上 总是人来人往 车随马龙 现在再出来走一走就感觉你不管是地铁还是街上 还是马路上的车都不再有往日的那种繁华了 而且每次出来啊我自己都心惊胆战的就生怕哪一个环节可能会出错 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过多久 然后像我身后这样的这个核酸检色亭 到处都是遍布上海的大街少项 基本上两三个社区就会有一个 有很多地方它要48小时以内的这个核酸阴性 不然的话你就进不去 甚至你坐车 坐地铁 都有影响 以前我是很喜欢逛弄堂的 今天再来老西门逛一逛 给这些建筑再过段时间 因为现在复工了嘛 可能就要拆掉了 它的出租车也是没生意啊 后面又停了好几辆出租车 自己都在那打牌呢 我本来想到里面逛逛 那现在都疯了 进不去 哎呀看看这些出租车啊 大中午的不去跑生意 在这里当衣架啊 晾被子晾鞋子 这样的日子还持续多久啊 我看路上这三三两两的行程 好像都很悠闲啊 好像都没事做 也就这个核酸检测亭子 看上去挺忙的 这边上的弄堂要拆了 要拆了这个也复工 你要拆你也复工啊 走该拆拆 看拆了以后呢 就变成跟旁边一样了 这样的小区 卖嘛至少20万一个平方打底 把这里的原住民都赶走 赶走然后分他们郊区分个一两套房子 然后呢 再建这样的小区啊 再卖20万一个平方 卖给油签人 就是这样的 叫做解封了 还到处搞得紧张兮兮的 看看 咱们来立交桥上拍一拍 下面的街道 这是旁边的商场 复兴路啊 这是主干道 这是河南路 这也是主干道 这是河南路 你们看啊 哎你们说这个 一条街啊 这房产中介比饭店都多 这正不正常 一个两个 前面都是 这是店员的 一条街道 好呀